会选择使用白鳞蛋来攻击呢 把时间交给惠云 好 没有错 现在看到在这个国际之间 很关注的是说 以色列的行动到底有没有违反国际法 因为现在有国际人权组织 他们是指出说 以色列是疑似在10月初的一次 对于黎巴嫩南部的攻击当中 使用了美国制的白鳞蛋 造成有9名的平民是受伤的 而且还说这个白鳞蛋的蛋壳 上面已经很明显看到 上面有这个字样是写着 1989年和1992年 在美国的阿肯色州 跟路易塞纳州制造的 那么蛋壳上面 明显就是Made in America 现在到底美国的立场 要怎么来解释呢 美国的国务院 还有白宫的国安会的沟通发言人 他们都表示说 他们对这件事情是表达关切的 而且说如果说是美国援助出去的 白鳞蛋的武器 那用途必定必须是要合法的 那合法的用途就是说 如果你在战事当中用来做照明 或是说制造烟雾来掩盖行踪 这个是合法的 但是如果是用在平民身上 就是不合法的 所以现在以色列这边 他们没有回应 但是他们说 他们强调他们的作为是合乎国际法 但是就在这个冲突 在加萨发生的时候 事实上在加萨这边 也有国际人权组织指控说 以色列是对人口稠密的加萨 来使用白鳞蛋 因为这样子的白鳞蛋 它如果落下来的话 如果大范围是落在这种 平民很密集的建筑区 或是住宅区的话 其实可能会造成建筑物 甚至说碰到人体的皮肤的时候 它是非常高温的燃烧 所以这个白鳞蛋才会被列为是说 在如果用作平民身上的话 会是一个违法的武器 现在以色列的说法是说 他们所作所为的合乎国际法 但是国际人权组织 还有像是里巴东政府 以及像是哈马斯这边 他们当然是认为说 以色列这已经是违法的 另外我们要来看到乌尔战争 美国金钱援助在国会卡关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因此三度访美 而泽伦斯基亲自到访 会让金元顺利过关吗 再交给惠云 好 其实泽伦斯基此趟 他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游说 参众两院的议员 可以放行对乌克兰的预算 那么这个现在要援助乌克兰的预算案 在参议院是被否决的 这笔预算案其实金额非常的庞大 总金额是1060亿美元 当中有610亿美元是要给乌克兰的 另外还有143亿美元是要给以色列的 这是美国政府在避免关门危机之后 拜登他们提出了追加的临时预算 当时就想说如果用乌克兰还有以色列 还有像是援助印太以及美国边界等等的预算 加起来一起打包的话 比较有可能过关 但是没有想到在国会这边还是被打了回来 甚至包含是说在民主党的内部 都有一些非常重量级的议员 是不挺这个法案的 所以让拜登可以说是现在陷入了一个危机当中 就是国会真的没有办法来放行这个预算 因为他们坚持的就是说 他们希望白宫能把多一点的钱 放在美国本土身上 那么现在泽文斯基他又到了美国 那当然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来游说参众两院 据了解他的行程是在12号 也是当地时间周三的时候 会来和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强生 来进行闭门的会面 另外他也会来和参众两院的议员见面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放行这个法案 而且其实之前和之前相比 泽文斯基这一次来的氛围 当然是已经差了很多 因为现在欧美就陷入一个战争 援助的疲劳当中 所以现在又担心说2024大选在即 会不会美国真的就是不挺乌克兰了 或者是说大幅度的缩减 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 这个是乌克兰所最担心的 好 我们谢谢惠云的分析 而镜头我们要来看到是在国内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在周末到彰化冲选情 之后他在脸书发文提到 彰化的超肩带被插满了锋利发电机 此话一出 经济部长王美花立刻就驳斥 强调一根都没有 对此柯文哲自嘲是自己学艺不尽 当起陆队领头羊 柯文哲快闪现身扛阿